王健林为什么能用三年还清6000亿的外债呢? 2020年,胡润中国百富榜出炉 原本负债6000亿的王健林 如今却以1100亿的资产 位列第30位 时间回到2017年 那时候的王健林 刚唱完一无所有 凭借一小目标 成功进入娱乐圈 那时候的王思聪 还是万千少女的国民老公 父子俩无比风光 却不知将有一场大祸临头 那时 中铁正在筹划大马城项目 意图在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建设一条铁轨 负责管控大马城的吉隆坡市 已经跟中铁谈妥项目 并且支付了定金 谁知王健林横插一脚 用高于中铁一倍的价格 截胡大马城 让中铁计划落空 王健林不可能不知道中铁参与了项目 他这样做 很可能是尾巴翘上天 不知自己几斤几两 于是报复很快下来 中国银行纷纷不给他借钱 他的许多产业也面临贬值 于是王健林身家缩水 战数千亿 从首付 一夜之间变成负债六千亿的首付 许多人认为 他的千亿帝国很可能就此覆灭 网上也一片虚声大叹 王健林遭遇滑铁炉 但你真的以为老王就这么简单吗 王健林的父亲王一泉 是参加过长征的老英雄 而王健林本人 也在从商前当过十七年兵 可谓跟正苗红 复原以后 又在大连的一家建筑单位当了个小官 建立许多人卖资源 在那个月收入人均四十元的年代 王健林却拿出了五十万元钱创业 这些都足以看到 王健林本身的基础不差 和王室 刘强东那些白手起家的富豪 有些区别 王健林之所以能发家 是因为他模仿李嘉诚 用这五十万买了一块地 等到地价上涨便出手 最后大赚一笔 等到2013年 王健林已经颇有家资 以861的身价问鼎中国首富 之后两年里 他来了一个三年座 连续登顶华人首富 打败了了马云 李嘉诚这些人物 可见 王健林本身就有一定的手段和远见 王健林唯一的缺点 或许就是容易飘 他是最早拥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之一 也是全球唯一拥有108英尺 圣斯克豪华游艇的主人 所以这种个性才 给他招致霍南 如今 面对雷雷负战 王健林也很果断 上演一出壮士断腕 从2017年开始 他就一直在卖卖卖 先是将13个文旅项目给了孙宏斌 又把77家酒店卖给了富丽地商 这两个举动 起码为王健林 带来了数百亿的周转资金 卖完了这些 他又把目光放在自己的根基 万达产业上 其中的14%股份 卖给了马化腾 获利340亿元 马云也过来凑热闹 拿下万达影业第二股东的宝座 支付了78亿资金 马云和马化腾 为什么要帮助王健林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内幕呢 请看下一集 王健林还能重回巅峰吗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